第二百一十五章 于无声处听惊雷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赵宁神最终还是被白玉劝说下山 白玉眼睛不好 也没有多颂 离别之际 白玉跟赵宁神说 接下来修行 不妨去那恶龙被斩的地废山睫毛隐居 并且叮嘱赵宁神 暂时不要让龙虎山卷入波澜 泰安城有个青子宰相赵丹萍 为天师傅称场子 李扬也不会太为难天师傅 赵宁神忧心忡忡 显然对于白莲先生 在北梁成为人质放心不下 白玉倒是无所谓 安慰了几句 说那徐凤年和北梁能否过河都两说 拆桥海藻 在赵宁神单独下山后 不得不又换上一身洁净衣衫的徐凤年 出现在白玉身边 赵宁神前往道教低伏地地废山修行仪式 是他和白玉的一桩私下交易 龙虎山先后三次算计许家 第一次是在京城下马为一管那老槐树下动手脚 窃取气韵 第二次是那位反普归真行同志同的老天师 亲自出马 要杀他徐凤年 这一次又是赵宁神不惜损耗本命金莲牵引飞剑 徐凤年岂会因为白玉留在北梁参赞正午 就能一笑而过 如果不是看在黄蛮师傅赵兮团老真人的份上 徐凤年就算让赵宁神离开北梁 那一定要这个与国同姓的皇子贵人吃不了兜着走 白玉低头望向那条山路 以他的糟糕眼力早已看不清赵宁神的身影 轻声道 按照王爷的说法 地废山不但是到门伏地 更是起于北方的黎阳赵氏 镇压南方江山的翘雪所在 隐居龙虎山的赵皇朝功亏一篑 先是黑龙被武当长教李玉府所伤 继而连赵皇朝本人也被王爷杀掉 那么宁神悄然进入至今 仍是被朝廷封禁的地废山 就无异于挖黎阳皇室的墙根了 这件事换成别人还真做不来 唯独赵宁神最合适 一来姓赵 有进水楼台的优势 二来赵宁神是身具一教气韵之人 再者如今黎阳北派练气式损失殆尽 最后那点元气又耗在了 冬月剑池铸驻剑仪式中 难以察觉此事 徐凤年笑道 就只许赵家天子动手脚 不许我徐凤年恶心恶心踏 白玉先生投回下山 不是觐见当今天子 而是思误难将世子照住 见骄而不见龙 不正是那蹊跡着创下扶龙之功 一举成为从龙之臣 白玉先生微笑道 但是如今我不得不受困于北梁整整两年 即便侥幸成功 这副骄成龙的功劳 难免就要大打折扣了 王爷就没点表示 徐凤年转头玩味道 先生这话就不厚道了 现在赵主处处受那南疆第一大将吴仲轩的撤肘 手下勉强可以调动的兵马 也就那最早北上平叛的两三千骑 大半还是跟吴仲轩借来的 先生这会儿留在赵主身边 巧妇难为五米之锤 除了跟这位烟尺王世子殿下大眼瞪小眼 还能做什么 去得早不如去得巧 我这是为先生考虑啊 等先生在北梁积攒出足够的声望 赵主到时候让先生独当一面 也就水到渠成了 白玉苦笑道 这么说来 我还得感谢王爷的良苦用心 徐凤年笑眯眯道 接下来两年时间 咱们都在一个屋檐下 说些不屑的多俗气 两人返回那栋茅屋的时候 白玉主动开口道 王爷跟我说一说北梁局势吧 我好心里有底 省得到了青梁山赴宋经略使大人那儿 两眼一抹黑给人笑话 我这双不争气的眼睛 也跟下子差不远了 徐凤年有片刻的诗神 没来由记起当年青州永子像 那个赌其谋生的目盲骑士陆续 此人在成功辅佐赵寻 坐稳静安王位置 以及谋划了广陵道那场千里救援 帮赵寻赢得 黎阳朝野一片赞誉和朝廷的初步信任 终于引起了当今天子的注意 釜底抽薪 干脆就将他召去泰安城 对于自己的挽留 陆续没有答应来到北梁 这不奇怪 但是陆续坦然赴京 就让人想不通了 徐凤年收敛了散乱思绪 缓缓道 虎头城有刘继弩主持军务 是我北梁天大姓氏 在厮守半年不成问题 不过前提是 淮阳关柳崖扶林三镇 不作奋兵之举 如果刘州青苍城 或是幽州霞光城告急 任意一条战线陷入险境 极有可能导致三线都岌岌可危 到时候就不得不让幽州 角鹰校尉罗洪彩 或是灵州珍珠校尉 黄小快这样的境内驻军 火速奔赴战场 但是在梁北那座规模 还在虎头城之上的 新城建成之前 如此大规模且大范围的 长途运兵 粮草调度的压力 实在太大了 他就怕疲于应付不说 到头来还是远水 救不了近火的下场 所以眼下看来 虽然在战场上 我北梁稳稳占优 但是在看不见的战场上 顶多是一个 两莽持平的局面 葫芦口那边 霞光作为最后一座边关大城 燕文鸾已经给清凉山 和都护府都立下了军令状 说要是霞光城 在虎头城之前 被北莽攻破 那他燕文鸾 就让副帅陈云垂 提着他的脑袋 送往淮阳关 徐凤年轻轻吐出一口气 脸色凝重道 北莽大概也没料到 梁州幽州会打成这么个僵局 也在苦苦寻求破局 因此南院大王董卓 前段时间 让数万董家私军 从虎头城北奔赴刘州 索性给楚禄山料中 以八千骑 死死拖住了董家骑军 否则刘州战局后果不堪设想 这场敌我双方 都没有大肆宣扬的战役 其实是梁莽开战以来 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场 虽然各自战损相对不多 但是只要楚禄山八千骑 没能成功 既保存几方兵力 又不给董家骑军 快速突入刘州的机会 否则 哪怕楚禄山用八千人 全军战死的巨大代价 拼掉了董家两万骑军 只要给其余一万人 渗透到刘州 一旦跟柳归大军和拓跋菩萨的亲军会合 刘州就等于没了 梁州西边大门外 只能眼睁睁任由北莽后续骑军肆意驰骑 别说我们北梁那座新城建不起来 有了足够运兵屯兵用兵的北莽 可以一鼓作气对淮阳关展开攻势 当然了 现在局势不一样了 我跟先生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那个在广陵道名声雀起的寇江淮 已经是我们的新任刘州将军 顺利领军支援青苍城 白玉轻声道 这么看来 楚都护真是北莽那个董卓的命中克星 当年黎阳北莽第一场大战 如果不是楚都护坏了董卓的好事 说不定那时候 他就已经当上北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将军 如今又是楚都护亲自率领八千起 好似天降神兵 让董卓再一次功败垂成 徐凤年点了点头 玩笑道 难除北东两个胖子 大概是因为咱们都护大人更胖点 所以打起价来 比较占便宜 白玉突然由衷感慨了一句 这辈子都没有想过 会有今天这么一天 能与那在北莽敌人心目中 也极有威望的刘继奴 春秋大魔头楚路山 北梁步军主帅阴文鸾 就南唐第一人顾大祖等等 与这么多名动天下的人一起并肩作战 徐凤年哈哈笑道 习惯就好 我可能是很早就在这里长大的缘故 不太有先生这种感触 白玉低声呢难道 如果有一天在这里待惯了 舍不得离开这里 那该怎么办 徐凤年摇头道 很难 白玉很快就领会其中意思 北梁胜算太小了 不管他白玉想不想留在北梁 仍是身不由己 也许到时候他会跟很多世子书生一起逃难中原 背后就是北梁那座流血千里 圣灵涂炭的惨淡战场 何况他白玉置在文尘鼎立的庙堂 占据一席之地 而不是五人边宫的大小 方才这番言语不过是一世一气而已 所以他恩了一声 倒也是 临近茅屋 白玉问道 屋内有北梁形式地理图吗 曾经天师府倒是有几幅 不过都太过老旧粗糙 刘舟也不在其中 徐凤年带着这个仿佛莫名其妙 就成了北梁幕僚的白莲先生 一同走入 翻出一幅地图 摊开在桌上 已是黄昏时分 徐凤年特地点燃了一盏油灯 白玉干脆就提着那盏铜灯 趴在桌子上 开始跟徐凤年详细询问北梁边关 和境内驻军的分布 甚至还要了笔墨 一问一答一说一计 书生不出门 便知天下事 这句话对也不对 在大局上指点江山勉强可行 但不足以支撑起 亦是一地的具体谋略 尤其是在卧虎藏龙的北梁 若是白玉想要在边关军务上 有所建树 就不得不心中有树 做到胸有成竹 否则在宋冬明这种处像之才 或是李公德这种 官场老狐狸面前瞎显摆 只能是一笑大方 自取其辱 徐凤年趴在桌对面 轻声道 在刑事论鼻祖 孤大祖进入北梁后 我师父李一山 与其相谈甚欢 两人最终敲定 将北梁划分出 十四块防御重地 境内如脚鹰校尉 罗洪才 由于是负责 十四版图之一的驻军 所以同为境内校尉 之一 官阶品质 就要比灵州 黄小快等人 要高出一级 如今境内驻军 除去黄甫平 这样的义州将军 经过上一轮 出自陈希亮手笔的替换后 这波新崛起握有 实权的校尉 大多正直壮年 甚至有几人 还不到三十岁 从父辈起 便对北梁忠心耿耿 而且对边公 抱有极大热忱 对父辈打下的江山 相对比较珍惜 所以如今各地书院 出现一些议论 比如说 我表面上 以众富良世子 给他们腾出 从周道郡再到县三级衙门的所有座椅 但其实仍有偏见 任人为亲 打心底注重江种血统 对于这类结问 我认了 毕竟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北莽都打到家门口了 我只能 也只敢提拔这些人 白玉戈壁后 眯眼盯着地图 沾有些许墨汁的手指 在地图上缓缓抹过 随口问道 新建刘州的粮草 都是由灵州刺史徐北纸负责 徐凤年快速思索 这句问话背后的潜在含义 但是没能想出个所以然来 就点头道 先生肯定已经听说过 徐北纸的绰号 而且现在北梁早就开始 跟临近的几个州大举够粮 实不相瞒 许多名面上是 窃占逃出北梁境内的大户人家 有着浮水房碟子的隐蔽身份 在买粮仪式上 立功颇多 粮忧两州足以自己 故而留州粮草一世 还远没有到燃眉之急的地步 徐凤年笑了笑 我想好了 黎阳朝廷真要掐死曹梁不松口 大不了我们北梁就明着抢梁 嗯 应该是借梁 别说有蔡南十万大军 驻扎的淮南道 就是陈之豹的西蜀道 我也敢抢 在阴长庚牵线搭桥后 跟北梁桥桥形成默契的寒林 出任淮南道经略史 是个不大不小的好消息 跟北梁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寒林要视林清誉 要在庙堂上树立起 威武不屈骨耿忠臣的高大形象 北梁送给他便是 要多少给多少 至于朝野上下的骂名 徐凤年会在意 而陈之豹你不是要去中原火中取栗吗 谢观英不是喜欢耍幺蛾子吗 徐衍兵如今就在灵州南静 跟出任灵州将军的师弟 韩劳山在一起 没有陈之豹亲自坐镇 西蜀道的北门 很难拦下北梁的借梁步伐 至于这其中的火候 徐凤年相信韩劳山 白玉盯着相比其他三州 显得格外广袤的刘州疆域 问道 杨元赞负责攻打 北梁有天险依靠的葫芦口 好歹给他连下了卧宫鸾鹤两城 北蒙女帝心目中 更值得托付重任的柳归 在西线打刘州 主力大军却一直按兵不动 甚至无所事事 到了需要让北蒙请动 拓拔菩萨进入刘州的境地 如今更是让董卓 不得不调遣司军赶赴柳州 打破僵局 这个号称北蒙半个徐霄的柳归 如此不堪 徐凤年缓缓解释道 柳州无嫌可依 要战就只能光明正大的战 双方都是如此 就兵力而言 柳归大军肯定是绝对优势 三万四军不说 瓦珠军子馆 四座孤塞州偏南的军阵 也都清朝出动 南朝那几家老牌龙冠贵族 也割肉掏出了三万部族 孤塞州持杰令与柳归交好 也掏出了那八千枪族青旗 足有十万兵马 但是枪旗被龙象军一口吃掉 如此一来 让骑军战力本就逊色 我们刘州的柳归大军 比较难受 在刘州地面上 刘州州城清仓成手不守的 助不重要 主力骑战的输赢 才是决定最终胜负的关键 已来自各方势力的 四万多杂乱骑军 对阵必要时刻刻意舍弃 清仓成的三万龙象军 非是我北梁自负 的确柳归是不敢轻举妄动 白玉视线在刘州地图上 缓缓游移 不敢轻举妄动是对的 不动 则已一击致命 也是提中之意 徐凤年皱眉道 有关揣测柳归如何出其制胜 淮阳官都护府内 已经有过多长讨论 为了看清地图 白玉手中那盏油灯 不知不觉给靠得太近 右侧脸颊一片火烫 不动声色地轻轻偏移几分 点头道 这是当然 楚都护八千旗完成目标 寇江淮进入刘州担任将军 龙象军本就有王爷弟弟 和李末藩王领宝 这样的实力大将 加上刘州刺史杨光斗 和幕僚陈希亮 都是一等一的人才 后方粮草无忧 怎么看局面都要比梁州虎头城 和幽州葫芦口要好许多 但是我觉得越是如此 柳归就越会有所动作 说不定北莽南征三线兵力 最少的柳归 此人之所以能如此耐得住性子 就是在等董卓的中线 和阳元赞的东线陷入不利 白玉摇了摇头 自顾自说道 不对 不是说不定 而是肯定 徐凤年默不作声 白玉抬起头 眼神异矣 陈生问道 如果柳归能有用六万不足 皆死作诱饵 不惜代价攻打清仓城 故意让自己背水一战 甚至连杂乱齐君 也都一并舍弃 仅以柳家齐君 和拓拔菩萨带去的精锐 作为一锤定音的真正主力 三万龙象君 能否忍着不上钩 就算龙象君肯忍 心入刘州的寇江淮 能不能忍 一旦其中一方参战落入圈套 那么其余一方 有没有敢于 见死不救的大举官 白玉看着徐凤年 最后问道 我想知道 北梁有没有得到 类似北芒女帝 对西县对柳归震怒的谍报 有没有类似南朝重臣 极度不满西县的归缩 在朝堂上 对柳归群起而攻之的消息 徐凤年心头一震 白玉放下油灯 平淡道 那么王爷可以尽一切力量 持援刘州了 白玉不再说话 徐凤年也没有说话 屋内寂静无声 除了偶尔灯心炸裂的几下 细微声响 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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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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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阿贴